10月23号投向你神圣的一票 支持毒品合法化的陈伯伟 感谢大家 娱乐性的必须要阶段性开放 先要用 然后再娱乐性 先要用 然后再娱乐性 当你要用开放之后 这东西就开始流到外面 你不开放他现在也有流啊 这个概念好特别哦 所以现在外面有人在挖眼睛 我们也去挖眼睛 你把合法化 大家都可以挖眼睛的意思吗 陈伯伟挺大马合法化 跟你讲老大就这样子 我们都有样学样啊 韩国瑜要跟大陆好来好去 要经贸往来 结果民进党说什么 韩国瑜当选了 就要把台湾卖给了大陆 跟你讲陈伯伟这种事 用一样的方式回给他们 我们就直接一个口号嘛 是不是陈伯伟挺毒品合法化 不用讲大马合法化 也不要讲说什么大马 什么医疗用啊 陈伯伟就是挺毒品合法化 大马不是毒品吗 你现在有大马在手上的话 会不会被警察抓去关啊 会啊 大马本来就是毒品了啊 一个陈伯伟竟然要挺毒品 哎呦怎么还得了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不用再讲什么大马合法化 你支持的答六好不好 这阵子啊 就一直到罢免案 我们就说 陈伯伟挺毒品合法化 你支持的答六 要贴标签 就整个标签 从他脸上额头贴下去了啦 国民党或是在野党 真的有时候太斯文了啦 你看人家民进党在贴标签 是在怎样贴的 是整个人帮你包起来 这样包圣诞礼物 这样包起来 不是还在那边 四思文文的讨论说什么大马 对人体有没有害 有没有哪些国家是合法的 我们要理性讨论 没有在怎么理性讨论的啊 要贴标签 大家来贴标签 10月23号 投向你深圣的一票 支持毒品合法化的陈伯伟 感谢大家 娱乐性的必须要阶段性开放 先要用 然后再娱乐性 先要用 然后再娱乐性 当你要用开放之后 这东西就开始流到外面 你不开放他现在也有流啊 这个概念好特别哦 所以现在外面有人在挖眼睛 我们也去挖眼睛的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有毒品也是有毒品 现在也是杀人放火都有啊 你不把它合法化的话 如果现在大家都在挖眼睛的话 你把合法化 大家都可以挖眼睛的意思吗 大马 你不把它开放合法化 还是有人在抽大马 是这样子吗 政府的功能是什么 立委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要去制止这些东西啊 陈伯伟限制掉下眼泪 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啊 需要选民这样子 再一次出来捍卫自己的选票 觉得很抱歉 你做得很好 加油 旁边那个支持者 你做得很好 我是他婆婆妈妈 我会后面再加一句 我会说 你做得很好 我们需要抽大马 对啊不是吗 你做得很好 我也不知道陈伯伟到底做了什么 他到底做了什么 重大建设在地方 他说你做得很好 然后后面再加一句说 我需要抽大马 那就大马合法化而已啊 合法化我们就可以抽大马 我抽的还不够 对啊 所以那些婆婆妈妈都想要抽大马 是这样子吗 合法化的时候你们都可以抽了啦 我看你们现在 头脑应该也都有抽过一些大马 我没有啦 因为抽了大马会很嗨 抽了大马会不由自主的笑 然后就会支持到错的人 老大我怎么会知道 另外我看那个洋剧啊 就是美国的西洋剧啦 不 讲洋剧也很奇怪 讲西洋剧更奇怪 这是一个优质的频道 就是美国不是很多 美国的电影都在那边说 抽大马会怎样 可是抽大马不好 跟你讲只要是违法都不好 我们不要把违法变成合法 像有人说什么 假论文要合法化嘛 干对直接假论文合法化比较快 好不好 欢迎订阅练 cast酱 李宗盛